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其實我很少講笑話的 為什麼呢? 有些芒有說我要講廣東燒 因為有些事情更加重要 有些事情其實不應該笑 有些事情其實是 說真的仍然說笑,准管者是苦笑 我說過很多次 香港現在的情況 很多事情是笑不出的 如果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都能笑得出的人 其實,很老實說 要不就是他們在現在的環境之下 什麼事情都沒有 但是其實香港大部分人都不是 什麼事情都沒有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是盡量不開玩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正在面對的事情 其實每一天都很難捱 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當大家聽到 印度的股市的市值超越了香港 有些人當然是說無所謂 印度這麼大的國家 十幾億人嘛 十五億人嘛 當然是會超越香港的 香港只有七百萬人而已嘛 但是問題呢 就是香港一直都是引領 亞太區的地方嘛 不是開玩笑的,香港 香港其實,我也說回頭 香港這個 其實一向都是國際金融中心 這是無可置疑的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很多年了 我小時候 讀小學的時候 香港已經是國際金融中心了 現在我也是四十幾歲的人了 你想想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多久 好了,現在 當然是有很多質疑 就是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這件事情 你說有些人說 沒所謂的,現在香港沒問題的 照樣可以 輕旺下去 有些事情你看到是不可能的 如果 在現在的方向 繼續下去的話 有些事情是不可能 輕旺的 喏 印度現在當然是巴之幣了 他們的財政部就說 在強勁的金融部門 以及商業改革支撐之下 印度經濟 因為接下來的財政年度 可以增長7% 以及在未來幾年 還超過7% 你說印度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其實現在有很多中國人 都走了去印度 開這個生意 做生意 開檔做生意 Patrick Wong也感謝你之前 非常感謝你 有些網友還在說李隆基 李隆基那裡 如果你要再說 待會有節錄出的時候 你就在那裡留言 幫幫忙吧 好嗎? Roy Chan 說 香港市值 至少六七成市值 和大陸有關 不要說沒所謂 本來昨晚也說會說 做一次節目 但是我昨晚也是睡覺了 因為其實 兩點鐘起床做 不是不行的 我平時是起身的 但是 最近可能身體真的差了 年紀大了 所以做不到這個晚間直播 不好意思 今晚我也會盡量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到 我可能 不會休息 直踩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直踩起碼 不會先睡著了 對不對 盡量今晚會講一下 就是 恆大那些 本來其實今天要講的 不過恆大那裡 這個是 又有些深層次的問題 不過留下今晚才講 就是恆大那裡 它有些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在看實香港的 因為香港現在有些事情是互通的 就是 民相事互通的 那個司法 那究竟 香港的法院判了 恆大要清判 那內地的法院是不是會立刻執行呢 其實事實上 內地的法院是不會立刻執行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現在其實 那些人擔心什麼呢 我今晚就詳盡一點講一下 其實那些人擔心就是 你有一國兩制 而 內地那一制是可以押下來香港那一制那裡的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內地 那一制 是可以 使得香港那一制收皮的 現在那些人是害怕這件事情 那 如果香港判了的事情 內地法院完全不執行 是不是代表了那些人會有信心呢 那我就告訴你不是 因為那些人的想法 是很複雜的 我昨天跟Uncle聊過的 他們是有他們的看法的 是做生意做得久的人 他們有他們的看法 或者留在今晚說 現在繼續講印度 那麼 印度的財政年度是四月到三月底的 那麼 印度現在 他們 預測就是 就是 接下來這個財政年度 不是這個 就是下一個財政年度 就是2024年 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 他們的經濟增長就會去到7% 那麼 其他經濟學家怎麼看 彭博那裡 就有經濟學家預測的 他們認為印度的增長就是6.3% 那麼印度財政部 在星期一的時候 他們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印度未來幾年的經濟 是會以7%以上的速度增長 因為印度它自己有結構性改革 還有 現在他們的金融部門 現在他們的金融部門是有人扔設去搞的 所以他們的市值 就高過香港 但是印度也有擔心另外一件事 就是地緣政治衝突風險升高 這個就是令人擔憂的領域 那麼現在印度改革什麼呢? 他最先會搞教育衛生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那裡其實他們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 不是完全百分百沒有問題 但是 他們 現在的風險 都是跟地緣政治衝突有關的 因為先前有一艘 掛 Marshall Islands旗的成品油的船 就被 胡塞武裝射到 但是 原來 那艘船裝的 就是 俄羅斯的成品油 不是開玩笑的 之後是公佈了的 所以 現在 現在 這個情況 是不是真的只是攻擊 西方的船隻 或者西方買的成品油 其實就不是 其實 俄羅斯的成品油 其實有很多是去印度的 現在 不是不買俄羅斯的東西的 俄羅斯的東西其實 照樣 從 黑海那裡出 接著 再經過 地中海 再經過 蘇伊士運河 再經過紅海 就去印度 所以 現在 紅海的地緣 政治衝突風險升高 其實是 很嚴重的事情 本來今天其實應該多講一些這一宗 因為這一宗 或者我留下今晚才講 可能做長一點 看看怎麼樣 現實就是 這個紅海的問題 其實也影響到印度 俄羅斯的原油 成品油 很多都是其實 會經過 蘇伊士運河 和 紅海 去印度的 那麼 上次被胡塞武裝 射中那艘船 他裝的就是石路油 但是公開的訊息 就沒有說 那艘船是去哪裡的 有些訊息就說他們 那些石路油 就是運到西方國家的 那 不知道是去哪裡的 其實 那你會不會去新加坡 那些其實也有可能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沒有公開的 那 印度他們預計 他們這個財政年度的經濟增長 就是7.3% 現在印度就變成了世界上 增長速度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但是 過去三年 其實看到有些數字真的厲害 他們 印度的 capital expenditure 就是他們的資本支出 每年是增加三分之一 就是他不斷搞基建 他現在搞什麼 搞道路 港口和發電廠 這個就好像 國內最初改革開放的時候 他是搞這些 還有就是 印度他們有些東西是厲害的 是好過改革開放初期 為什麼說好過改革開放初期 印度呢 他們現在在 在印度以外的印裔人 很多人都在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裡的印度人都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 回去印度投資 你說以前 改革開放 是不是都是很多海外唐人 就是把華僑那些錢拿回內地 其實是的 還有 在香港的唐人都是拿很多錢回內地的 當然就是那時候 因為 要 將一些廠在香港搬去內地 改革開放初期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現在 很多印裔人都是 其實在做同一樣的事情 譬如在西方國家搞晶片的人 有很多人跑回印度開廠 有些人當然會說印度不行的 會欺騙你那些人的錢 會像小米 其他那些公司 會被印度政府針對的 這個是一個風險 但是呢 當你看起來 可以賺的錢是很多的時候 這個風險 那些商人是可以不理的 有人就說 那國安法也是一樣的 如果 那些人可以賺到錢的話 他當然不理國安法了 沒錯 你說得對 如果是賺到錢的話 但是問題是 香港現在的人是看不到有機會賺錢的 問題就是這樣 是很明顯不一樣的 你說 喂 印度那麼差 那些法治什麼東西那麼差 為什麼有人去投資 當你的錢 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變了幾倍的話 那些人是不會理會那個風險的 但是在香港不是的 你在香港投資那些錢 有沒有可能在短時間變了幾倍呢 現在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 那些人是不懂事的 有些人說 國安法有什麼影響 你以為國安法真的有影響 事實就是有影響 有些人說 你什麼都會賴國安法 不是 而是 國安法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我講過很多次 而是你們的官員 就拿這支定海神針出來 亂侵襲 你的政棍 每個人都是這樣 亂侵襲 還有 在立法會那些解說 譬如你要做23條 說真的 23條沒所謂 我也說我支持23條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要 用一些 很低致的說法 去說為什麼香港要做23條 你說要做23條 你很簡單地說 這個憲政責任 喂 這個特區政府的憲政責任 香港欠了內地政府很久了 欠了中央政府很多年了 現在是不是也要做 現在一定要做 你這樣說 也好一點 你不要在那裡說 哇 我在什麼 什麼 展館 內部展館那裡看過的特務 這些你嚇到人 說真的 對不對 那 平靜平安就說 其他國家都是門色法大財 這裡大大聲聲 窮過鬼 所以 我忘記了有沒有多謝Patrick Wong 我也多謝你的支持 非常多謝你 那麼 那 Mark Wong就說 就是法制有缺陷 才有機會找到大錢 有危就有機 香港現在就一塌死水 其實就是 說真的 印度那裡其實 他們有辦法可以找到錢 這些印度人跟我說 其實我有些印裔朋友都說 一起回印度 一起去印度 我其實當然不會 我自己 老實實 我自己是不會相信的 但是印裔的人 他們現在 集了一堆錢 就送回印度 他們真的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們旺是有原因的 你說香港人有沒有集了一堆錢 就是在海外的香港人集了一堆錢 回去香港買港股 我告訴你是沒有的 在香港的人還在想 就是怎麼把錢搬去別的地方 連藍絲也是這樣 為什麼那些藍絲也是這樣 覺得整件事情不對勁 口頭上 那些藍絲一定會說支持 什麼都說超過好東西 做得好 身體最誠實 他們那些人不是 不是說和做是一回事 他們那些人是 就是說我講過現實 但是 但是 在印度那裡 其實他們還想著 他們去到2030年的時候 就把整個印度的經濟規模 由3.7個T 就是3萬7千億美金 增加到7萬億美金 那麼印度有沒有機會 對印裔人來說 是有很多機會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對印裔人來說 他們現在有些人 直接說 回到印度 不要在外國住 回到印度 回到印度 五毫一隻芒果 他說五毫美金 一隻芒果 吃得很開心 哈哈 我們的朋友是這樣說 哈哈 有些情況說 五毫一箱 什麼一隻 哈哈 哈哈 他們當然會開心 如果你是印裔人的話 你 不是印裔人 你去到 你真的搞得怎樣 我也說真的 很難搞得怎樣 喏 那麼 詹士山就說 中國的市場對於資本來說 社會安全 政治環境穩定 是十分理想的投資環境 光光全全合法賺錢 已經很舒服 但是要賺大錢的人 現在不會把錢倒進去中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的市場 開始變成了 一個成熟的市場 當你的市場 變成成成熟的市場 你的金融系統 沒有其他成熟市場 那麼穩健 給人的感覺 那些人就不會倒進來 其實香港的情況 是很複雜的 或者今晚 我再講一下 衰騰經一就說 如果有好處 藍絲認策作父 是一定會的 其實很多藍絲是很現實的 如果你說 政策討好藍絲就可以了 那我就告訴你 政策討好藍絲是死路一條的 因為他們什麼都說好 你說怎樣就怎樣 好就好 然後實際上 身上夾著一本外國護照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 我講過事實 有什麼事情就走 我認識的藍絲是這樣 做事一定是精品的 沒所謂 你怎樣就怎樣 哈哈哈哈 好了,算了 我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晚再見 今晚真的盡量安排 昨晚不好意思 一說一句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晚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 我聽到你們 找你 我看見 你怎麼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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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